廣告的插畫師 通常是因應那個公司的要求而言 那個公司的要求 有可能是一個美術指導 和客人聽了很久 所以他一叫到插畫師 他已經要差不多馬上去做 時間又會很趕 這幅插畫第一 他概念不錯 他用一個人體 來做 這幅插畫 他用一個人體 演繹一架新的車 這個人體已經有很多肌肉 很多神經線 很多血管 好像活力旺盛 一些很細節的線條 像我們以前的鋼筆畫 雖然現在這幅插畫 可能用了3D做也可以 但用那個風格 人們一想就想到這幅插畫 兼一架新的車 這個 我們可以說 概念上 和運動的媒體 這些媒介 創作出來的效果 都是很整體的 所以很多評判都一致認為 這幅以廣告插畫來說 應該是冠軍作品